真言第二章 我儿,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留心听智慧,致力求聪明 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为求聪明而扬声 如果你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好像搜寻宝藏 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 他为正职人珍藏大智慧,给行为完全的人做盾牌 我要看顾正职人的路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 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职以及一切善道 智慧必进入你的心,知识必使你欢悦 明辨的能力必护卫你,聪明必看顾你 要救你脱离邪恶的道路,脱离说话乖谬的人 那些人离弃正道,走上黑暗的道路 他们喜欢行恶,喜悦恶人的乖谬 他们的道路弯曲,他们的行径偏离正道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乱的妇人 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 他离弃年轻的配偶,忘记了神的约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径下落阴间 凡是进到他那里去的,都不能转回 必得不着生路 因此,智慧必使你走在良善人的道上 持守义人的路 因为正直人必在地上安居 完全人必在世上存留 但恶人必从地上除灭 行事奸诈的必从世上拔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